玄剑仙赵玉珍是《少年歌行》中的四大传奇人物之一 相传他乃仙人转世 天资由圣鹏来仙人墨依 那么他的一生究竟有哪些传奇呢 《少歌》中的江湖多自命不凡之辈 但赵玉珍却是天生不凡 相传他出生在望城山下的村落 一出生就有霞光笼罩 因无缘亲见父母 被望城山上的六位天师带回山上收养 望城山传言他乃道门真仙转世 江湖上传说他就是遇见成风来 除摩天地间的九剑仙临凡 而赵玉珍果如传言那般 心有玲珑天赋无双 三岁便显惊人才华 被望城山长教吕肃珍收为弟子 六岁习得大龙相吏 太义狮子诀 十一岁延习无量剑法 成为望城山史上第一位 兼修大龙相吏和无量剑法的弟子 也是望城山百年来道剑双修的第一人 十六岁他便成为了望城山的第七位天师 当时魔教东征想超近路穿过望城山 赵玉珍独自一剑守在山外 便迫使魔教大军绕道而行 他虽从未下山 却因此成为了江湖传说中的玄剑仙 十八岁时 他便超越了师父 半步神游玄境的吕肃珍 距离神游玄境也仅有一步之遥 别人的半步神游 强者可一瞬入神游玄境 有神游初期实力 而他却能驾驭神游 强行超越神游玄境 直达神游之殿 其天赋相比于 二十一岁半步神游的 百里东军要强上许多 甚至游剩二十四岁入神游的 蓬莱仙人墨依 后来李寒一前来问剑 他一出手便劈开了 李寒一所戴面具 让从无败计的李寒一 展露真实容颜 两人一见生情 二见定情 并相约第三次问剑时 一起下山游离 可是师父吕肃珍曾告诫过他 得到入神游前不可离山 否则必遭不测之灾 但赵玉珍早已心生波澜 无心继续修行 吕肃珍为了成全他 答应传他偷天之术 想助他骗过天杰偷渡神游 可是刑法之时 却被上山挑战的雷云赫打扰 导致赵玉珍走火入魔 即便如此状况下 他仍旧重伤了雷云赫 断他一臂 受伤期间 李寒一前来赴约 可赵玉珍正昏迷不醒 加之师门的推脱 两人就此错过16年 直到雷云杰前来问剑 揭开真相 期间 吕肃珍三次替赵玉珍 勘破天机最终陨落 于化前 他将长教之位传与赵玉珍 于是 22岁的赵玉珍 成为了望城山开派以来 最年轻的长教 而当他听到 李寒一遇难的消息后 还是不顾一切地选择了下山 最终应急而亡 放心吧 我不会死的 我可是赵玉珍 那个差一步就成仙了 什么天气 我猜不怕 回事走了 给你们带个师娘回来 师父 我等这与你再见的那一匹 他是玄剑仙 天将结束如何 弹之可破